看到奥运选手回台 卢秀燕兴奋的跳呀跳 果然是妈妈市长 这一见面立刻报警处理 不过现在蓝营党内 似乎也想起接班警报 期盼政治声量如此之高的燕子 可以更上层楼 大家对卢市长有很高的期待 期待他在国民党的未来 扮演更多元的角色 这角色会不会讲的就是 明年就要改选的国民党党主席大卫 外界都很好奇 谁会出来参选 而卢秀燕选或不选 被解读是两难 对他来讲那个东西 他唯一有价值就是提名选 那与其说我去升这个位置 然后弄得一塌糊涂 然后呢自己提名自己 弄得很难看 如果是我以总统候选的身份 我把自己的角色先进行好 先做好众望所归 让大家希望我出来选总统状像 如同当年的马英九 那就算不论你是不是党主席 这个其实都不是太重要 媒体人黄伟翰就分析 只要卢秀燕愿意参选 那党主席毫无悬念会是他 而当上主席作文 2026县市长选举主帅 等同为2028提前暖身 但代价是 卢秀燕台北台中的两地跑 势必蜡烛两头烧 尤其该如何定调 国民党的路线等问题 肯定会被迫提前表态 过去卢秀燕最擅长的 他的优势是什么 从来没有受伤 他语意丰满 但如果今天他跟朱英文两个一尬 你骂我的我骂你的 然后又绑粽子的 谁又人同党员的 那缴获下去之后 搞不好卢秀燕自己都先凑一半 倘若卢秀燕没选主席 与现任党主席朱立伦 如何保持良好关系分境合集 2024选战落幕才过多久 外界已议论纷纷 要战事 征战沙场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